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福奇收到变形金刚分享的时间 这是我们1759节节目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NAT-02的骑士王 致敬了变形金刚应该是第五集的Atmos Prime 为什么说它是第五集呢 因为它有这把权杖 第四集是没有的 第五集才出现 正面的话是一个机器人的形象 先前的话他们有推出一个1.0版 但是那一款的变形可以说是地狱级的难度 而这一次是全新设计的一个第二版本 变形上的话可以说是有优化非常的多 而且玩具本身的扎实的程度 也不是之前那一版可以相提并论的 用一点时间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些附带的东西 说明书没想到这么厚的一本 但是我强烈的建议各位 还是上网去看一下各家大神的变形演示吧 因为它的变形步骤确实是非常的多 端看说明书要摸索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困难 一张人物卡印的很漂亮 那材质的话也是硬式的材质 然后它的这些配件的话可能有人就说了 哎呀怎么都是塑胶的圆形色 确实都是这样子 等一下看到本体的时候你可能会更加的意外 但是看久了之后你就会觉得 这个塑胶的颜色其实也没有那么差了 至少它的颜色是稍微深一点点的 这个大枪大枪的话握柄在这里 那么它的话没有发光的装置里头就没有安置电池了 枪的一个大小尺寸握在OP的手上 依然可以感觉到它沉重的巨大的感觉 那它的一个盾盾牌的话安置在手上没有问题 它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联动吧 就从这个地方给拉开来 我记得是这样 它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联动的装置 这个也是电影里头确实是有出现的 我记得这个东西打开这块把一个人类给红死了 其他的话就是把这个禁闭的太空船给轰爆 内部的话可以看一下还是有一些细节的 另外它有一个装在拳楼上的匕首 人家说的快乐黄蜂刺吧 没有把大黄蜂给刺成太可惜了 再来也是因为第五级的关系 它有一个被昆特沙给控制住了一个状态 脸有一侧的话是红色的 这个刻画做的还可以 但是眼睛的话是做成紫色 另外还有一个替换的漏脸的版本 你这个漏脸的版本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把旁边红色部件给省略掉了 也就是说这张脸的话是受控的状态下 跟自然状态下都可以通用的 但是紫色的眼睛全部做成紫色的眼睛 这个就让你觉得有点不解了 最后算是它的配件里头 唯一有上期的就是这一把什么什么什么审判之剑吧 非常大一把 光是这把剑长度可能有超过20公分 而且比例的话做得非常的漂亮 上面的三星文字啊 刻线什么都做得很漂亮啊 包括这一代有一个类似于十字型的一个logo啊 这个都是第五级的一个造型 握持的话呢 可以看到它这里也有一个凸 那它的掌中心的话呢 是有一个一个洞的 洞在这里啊 这个地方有一个洞 那这个洞的话呢 是握持常见 而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 还有另外一个小洞 这个小洞则是握持大枪用的啊 各位知道一下 其实呢 它远比我之前看的还要再更加的强壮的多 这个身形啊 特别这个是背啊 背的话呢 武器背在后面 但是不能转啊 它是一个方形的卡扣 所以一旦扣上去之后的话呢 武器就无法转动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背好了啊 由于呢 官方的至今呢 尚未推出MPM级别的电影骑士OP 啊 所以我们都只能在第三方里头呢 去看到一些比较漂亮的啊 美型的背啊 如果你还要能够变形的话了啊 然后它的后面的话 给各位看一下 后面的腿部的造型 线条的话呢 做的还是相当可以 很扎实的一款玩具啊 后面的裙甲 侧边的裙甲都可以调整它的一个位置 还有这个绳子这个部分啊 也都是有做出来的 比例来说 有人说手是不是太短 我也觉得手是稍微是短了一点点 而他们号称说手臂可以加长 其实就在这个地方 稍微的去拉出来一点点 哎呀 这个是感觉是 你要我说没有加长吗 它也是有了 但是加这样是让人家觉得有点奇怪啊 那么它的一个胸口的话呢 胸口非常的巨大 看一下它的细节 刚有提过了啊 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把所有的头雕的眼珠子 都做成是紫色的 这点实在是让人觉得有点奇怪啊 我觉得这是有点偷懒的是不是啊 那这个肩甲的话呢 这里有一个球关 可以去调整它的一个位置 手臂的话呢 很可惜 前后动 并没有齿轮关节 太可惜了 侧边的话呢 倒是有 支撑力度很好 而它的一个手臂 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漂亮的联动 可以看到这个甲咒会动 而它的整只胳膊 这只胳膊 整只胳膊呢 在变形的时候呢 是没有参与到变形 它只是把它藏到车头里头去啊 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它的一个造型可以做得非常的好看 还有一个联动 各位看到它的一个手臂上面啊 没有任何的这个 把它拆一下 手臂上啊 就是整个一个骑士甲咒的形状 是非常漂亮的啊 完全没有被任何割开之类的一个现象 都没有啊 那腿的话呢 给各位看一下它的一个可动吧 侧踢 侧踢 可以稍微再拉出来一点点 前后 有齿轮关节 往后踢的话 往前踢的话 然后膝盖 膝盖这里就比较可惜了啊 没有一个过度 脚踝呢 是这样子拉开啊 这个脚踝的 这个支撑力度 我目前还行啊 但是久了之后 我就不知道这个支撑力度 还能够怎么样 怎么样表现了 而这款人物的一个 四肢比例来讲的话呢 手的话 还是稍嫌有点短了啊 导致于说呢 嗯 你要让它 有时候呢 你要让它两手持剑啊 什么的话呢 就是感觉 这样它的胸口又很大了 有时候就有一些动作 你要摆 还真的是稍微有点困难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 这款AAT骑士王的变形过程 首先呢 我会建议各位呢 把拳头给收得很紧 拇指这个往后翻 两侧都一样翻到 然后拳头能够缩得越小越好 一定要缩到非常的小 这个肩胶可以稍微先推开一下 我们第一个步动呢 它是把这个肩膀的这一块部件啊 这里有一块垂直的部件 我们呢 要把它做一个逆时针的回旋 在这个时候呢 先把这块部件推开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挨着它 往这个地方顺时针的 把它给往后面推过去 这样子 推到这边来 看到没有 到这边 再把它给卡住 那刚才这边的话呢 我原本变形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跟这里呢 没有扣得很紧 所以它就掉了啊 那这里的话呢 就往旁边挑开 这个地方上方这里 把它给解锁 解开来 就放下来了 这个时候的话呢 胸甲呢 我们可以往下面转下 翻下来的这个位置呢 可以利用这里的多重关节啊 是的 它是非常多重的关节 旋转一下啊 这里呢 把它拼凑出一个 侧子的侧门 两侧的变法呢 都是一样的啊 这个地方的话呢 还蛮直觉的了啊 就利用多重关节 把它给扣下来就可以了 再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地方 前后呢 做一个解锁 这里的话呢 可能会比较紧哦 如果说不好弄的话呢 就建议使用工具啊 这里的话呢 把它给挑开 这里两侧 各有一个凸跟凹 把它给松脱开来 这样子 头部的话呢 可以稍微的解开 就可以把它往后 给放下来了啊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 整个胸腹呢 给做一个拆解 首先呢 是我们这里两侧 把它往侧边 你看 侧边这里是可以往旁边 拉出来的 拉出来之后的话呢 这里的话呢 通常啊 这里的卡扣自己会松脱 我们就可以把 整个胸部呢 给翻出来 翻出来之后呢 我先跟各位看一下啊 因为呢 我不太可能再做一个 车变人 你注意看一下 里面的这一块蓝色部件 是这一块先进去 这一块再进来啊 到时候各位 如果在做正变的时候呢 你就留意一下 那打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卡扣呢 上下给分开 分开的地方在这里 这里的变法呢 其实就是往上扯而已啊 这个地方第一次变的时候呢 卡得非常的紧 这个地方由下往上 把它给拉开来啊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卡扣 看上去很暴力 但是这里的材质 还蛮坚固的啊 耐得住这样子的一个变形 接下来这里要使用一点力气啊 推着这个地方 把它整个腰部呢 往后面推出去啊 这样子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本来是没有缝的 现在有缝啊 这个直接把它给推出去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为了方便变形吧 我们可以把裙甲呢 也给往下放一点 接下来呢 就是把内部这些东西呢 都给翻折出来 我们这个部件翻出来的时候呢 注意一下啊 你不要直接正面这样翻过来啊 它会可能会断裂 你稍微斜一个角度 这样子过来就没有问题 就给顺势的翻出来了 另外一侧的话 则是这里 也用一个双动关节 里头有个双动关节 我们把内部的这一个部件 给翻出来啊 就到外面来 拼凑出一个车子的 一个顶盖的一个部分 这里的话呢 这里转过来 到这边开始做一些 简单的拼凑跟组合 好 这样子扣进去 那基本上这里的拼凑难度 并不是很高了啊 车门盖里头呢 有一个这个部件 记得把它给推出去 挡到侧边 另外一侧也有一个 把它给推出来 挡到旁边去 我们再来要做的呢 是把胳膊收纳到车子里头 那你只要记住一个东西 这个手臂呢 这样子转进来 转进来之后的话呢 它必须是以这个形象 也就是说呢 它这里有一个小孔在这边 一个大孔在这边 然后呢 我还是特别拍一个特写 给各位看一下 里头肩甲的放法啊 是这个样子啊 它这个肩甲的话呢 是在上方 也就是说肩甲呢 是沿着这个车顶盖 这个位置来做摆放的 中间的连接感呢 把它尽量拉长拉直 这样子的话呢 中间这一带的空隙呢 才足以容纳 等一下整个胸甲塞进去 再来我们处理这一大坨东西 我们先要把这一块胸甲呢 做一个这样子的翻转 那翻转的第一个步骤呢 先从侧边这里 把这个部件呢 给拉开来 两侧一样都给拉开 整个就可以翻下来 翻下来的时候呢 注意到这里啊 它的内部呢 在这个地方 这里看到没有 有一个方向盘 在这里看到吗 方向盘这个地方呢 它是一块部件 它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滑槽 看到吧 这个滑槽呢 我们把它往下面 推下来 我揪住另外一侧啊 把这个滑槽 这一块部件 把它整个 你看我把它整个推下来 推下来之后的话呢 再去推这一块部件 推下来 对推上 推下来 然后呢 这里 才能够做一个翻转 这样子 这样子整个翻转过来 那翻转过来之后啊 记得 我们这个部分呢 里头的原本的 这一个方向盘的 这个部件在这里 这个部件 我们要再次的呢 把它给往上面 推回去 然后呢 这里呢 也是一样的啊 再把它这个 注意这里哦 我们要把它往 你注意看这个地方 金色这个部件 我们要把它往 原来的方向 推回去 这个地方 如果你没有推的话呢 这块部件 会没有办法收纳到底啊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 就可以旋转一下 上面这个部件 你就会发现 它又拼凑出 车子的一个形状 又拼凑出来 如果说呢 你愿意呢 把后面的这个 金属部件 不对 电镀部件 给翻出来 你就会发现 它的形状呢 就越来越清晰了啊 翻出来 到这边 你可以看到 这里 转过来到这里 这里啊 该怎么说呢 它的部件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我这样子 8E的话呢 它还是 蛮能够耐得住 我这个把玩的 这个转的方向 如果不对 好像转不过去啊 它好像限定 只能转一个方向 没关系 我们就限定 转一个方向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呢 它的一个车头 就更加的明显了 再来呢 就是把这个 看起来 有点恶心的部件 这是一个身体的内部了 有点像是 SS Megatron 的那个肚子的那一侧啊 我们呢 就把它整个 给这一块部件 给塞进去 那记得了 我们里面不是有个肩胛吗 肩胛不是沿着这里吗 肩胛在这里啊 这一块部件 就是在肩胛的下方 这样插进去啊 它的 呃 内部的话 因为没有办法透视 给各位看嘛 所以就只能够 这样口述给各位说一下啊 把它给塞进去 密合车顶盖的第一步呢 我的习惯吧 是把这个车窗 这里有个黑色的 一个茶色的这个洞啊 茶色的洞呢 它要跟红色的部件 这样子 往内 推进来 这边 做一个结合 两侧都是一样的啊 这样子 推进来 两侧把它给卡进去啊 它会有一点点往外崩出来 所以它会刚好会扣进去 上方这个部分就盖下来 车顶盖的部分呢 就开始做一个密合 那这里这个密合的话呢 它有一点妙啊 它的密合呢 有一点两层密合的感觉 它不是只有卡一层而已 它第二层的话呢 必须要非常用力的往中间给捏下去啊 才能够做一个比较好的密合 那一定要听到卡很清脆的一声啊 才算是完全密合完成啊 车头这一代呢 都做了初步的密合之后 就下来 就是把手臂呢 给藏到内部去 那我先跟各位说一下 里头有两个需要结合的位点 第一个是这个地方 有一个小凸 这个小凸的话呢 要扣在这个 轴部这里有个小洞啊 然后另外的话呢 则是前面这个 大的这个凸啊 大的这个凸 要扣进前方这里 那这个地方的组合的话呢 就需要一个比较有耐心的调整啊 但是如果说你前面的变形都到位的话呢 扣一下啊 应该也是不会很久了啊 我们就给各位做个简单的示范啊 到底有多简单呢 那么这一段的密合呢 就是我刚提过的这个地方扣进去 还有这个地方的卡扣扣下去之后 上方这里的话呢 再做一些适当的调整 但是呢 我认为吧 这款玩具在变形的时候呢 还是有可能 在不定时的情况下 还是会爆开的 这些调整的话呢 可能是变形当中呢 你需要实时去注意的 这个时候呢 车顶的这个部分可以改下来 还有呢 这个前方这个部件 稍微合一下就行了 并不一定要完全扣紧 因为最后的话呢 还有其他部件来辅述 那最后的话呢 你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这个侧边 这个烟囱的部分 这一次我已经把它给调整了啊 这里稍微做个简单的调整 这样一来的话呢 算是车头的部分呢 我们算是已经把它给组合完成了啊 来那下半身了啊 首先的话呢 这个裙甲呢 这个两侧这部件翻下来 然后呢 往上面推上去啊 挤到上方来 然后呢 这个正面这个裙甲 这里 先看它上下 错位啊 两片的零件 把它往中间捏合在一起 然后往上推上 然后大腿的话呢 往内侧转进来 这里的话呢 有一个双动关节 设计在这里 把它给往下面拽下来啊 这边稍微紧了一点 特别是第一次掰的时候呢 非常的紧 但是弄一次之后也就还好了 来处理它的小腿啊 它的小腿的话呢 可以把后面这个地方先给打开 这里打开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一样是 这里可以先翻开来 这里有一块电镀部件在这里 有一个卡扣在这边 我们可以把它给弄开来 然后这里呢 还有一个由下往上啊 这里有个卡扣 把它给松开啊 这个地方 这个部件呢 就解开了 那我们注意看一下 在这个状态下的话呢 我们的脚是呈现这个状态 我们刚刚解锁的部分 继续把它给解锁开来 这个部件呢 把它给翻出去 这里也翻开来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啊 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把这个地方翻出去之后 这个部分 我们就把它旋转一个90度的角度 因为呢 待会的话呢 车子的一个轮胎的话呢 这是它应该有的一个方向 刚刚拆开的小腿内部呢 这块部件呢 需要整理一下 把它给做一个 前后180度的翻转 然后从这个地方啊 顺着这个滑槽 再把它给推进去 然后这个部件的话呢 按照原来的这个位置的话呢 把它给推回来 这边 推下来 然后呢 把这一块灰色部件呢 盖到这里 这边的话呢 要注意这边呢 我们主要是要把这一块凸 给扣进这个凹槽里头 只需要呢 利用这里的一个多重关节 去转动一下啊 记得这个地方 最后的目标呢 是把它给扣进去 到这边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看到它的前轮 也就是它原本人物的脚掌 我们单独先处理这边 给各位看一下啊 首先的话呢 这一片部件呢 可以推出来 这个部件呢 往内转进去啊 这里的话呢 我们的一个大原则吧 就是把它的侧边这里啊 我们要记得 这个灰色的部件 是往内转进去 往内转进去 然后呢 我们是要把这个 这个啊 直接先翻一次 给各位看 我们的最多目标 就是这样子 这个已经不知道 该怎么讲解 但因为我记得车子的形状 就是车子的一个侧边 就是这个形状 那另外一侧的话 我可以再变一次 给各位看一下 大家就能理解 首先的话呢 这个部件是翻出来 然后呢 这个部件是往内翻进去 翻进去之后啊 这个 灰色的这个部件的话呢 一样 把它往前面推过来 我们要做的是 这个 最主要还是把这一片部件 这个 这个形状要拼出来啦 然后呢 灰色这个部件 把它往内翻进去 翻到 朝这个方向 这个部件呢 再这样子过来 好 各位就 应该能够 能够 能够 能够理解吧 主要就是把这一片 给拼出来 前轮的话呢 还有一个小细节 就是 你可以拉住 这个轮子的情况下呢 往前面 给拉出来 这里拉出来一点点啊 不是拉这里啊 是拉在这个位置啊 比较 比较奇妙一点 啊 再来就是轮到这一个啊 在旁边一直摇晃着 没它的事的这个叫做 把它推到前方来 那下方的话就有对应的一些组合的卡扣 那这里的话呢 就是我们轮胎呢 刚刚这个拉长的这个位置的这里有一个兔跟奥的一个结合 从这里啊 就对一下呢 把它给扣上去 扣紧之后的话呢 把这一片部件啊 这把它给藏到内部去 这样就可以了 将前轮啊 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之后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腿部的话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里啊 它这里是有一个凹槽在这里的 我们这个腿的话呢 要把它转到正上方来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凸 跟这里有个凹 待会要结合 重点是这个地方卡进来 你看这个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它要卡进去 然后你再向上 去扣上面的那一个卡扣啊 这两个地方的话呢 要先把它给扣上去啊 我先一口气讲完好了 这里扣上去之后啊 这个裙甲这个地方 再把它往前翻出来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蓝色的框框跟一个凸 这两个地方呢 我们先试着啊 先把它给扣上去 好以及啊 最后的话 这个部分翻折过来 这边下方这块部件 把它给打开 包覆过来 OK 再等一下的话呢 这些组合卡扣啊 就像这里跟这里啊 都等一下都是会非常 啊漫长的一个组合的过程了啊 密合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不停的去做一些 合缝的调整 那在过程当中呢 一定难免哪会有一些地方 再顾此识别啊 这一款的变形的话呢 在最后的密合阶段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 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 像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要勾进去啊 然后底盘的话呢 要留意到这个地方 这两个红色部件啊 必须在这个指甲的下方这里 那大概前方的部件呢 密合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就差不多可以进行 最后的一个密合的部分啊 这个人头的部分呢 它是有一个 稍稍可以往前面推一点点啊 这样子 这样一来的话呢 这边这个结合卡扣呢 会往后面 车头移动多一点 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才能够在方便做 最后的一个结合 从这边 那结合的时候呢 就是有两侧的结合 以及这里有两个凸 蓝色的凸 要扣进这个脑袋后面 这里有个洞 还有最后的这个 电镀部件的两个地方 倒过了几个合 那么呢 我们就来看它的车形态 它的变形过程 在最后的密合呢 可以说是需要相当时间的 去做调整 那待会各位可以大家看一下 它的车底盘的相对应位置 应该不外乎是这个形象 首先末端这里要做一个结合 那这里的话呢 我可能势力不当 稍稍发生一点白痕 然后这一块部件过来 这个直角跟这个直角 这边是互相去 稍微去抵一下的 然后呢 这个裙甲这一片位置 它是塞在 这个脚掌 跟这一颗螺丝钉 中间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卡缝 把它卡在这个地方 照这种情况来变的话呢 相对应来讲会比较简单一些 然后呢 它有一个 这里 这个部件 从这边翻出来 有一个倒勾 我去把它勾住 把两个脚掌呢 更加的锁定啊 这阿弥陀佛 你终于啊 幸好有这么样一个设计 不然的话呢 和风会非常的痛苦啊 然后前方这里 也是一样的 这个地方 这里 如果你愿意的话吧 因为它是从整个后面这样延伸过来 如果你愿意的话呢 可以先拉过来 先把这个地方给扣住也行 再去慢慢调整中间这些位置 像这个 这个地方呢 它是有一个凸起 要卡到这个 等于说下面这个呢 它有一个倒勾 勾进去里头 这个地方一定要把它 记得给塞进去 那它的这个 这个门的话 是可以打开的 我们开起来 给各位看一下好了 它的这个门呢 打开之后呢 有一点 我只能说是有一点点 跨蛇天竹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它里头呢 是有一个方向盘 在里头 各位可以看到吗 但是里面呢 已经塞满东西 它没办法做人了 所以 方向盘的位置 还可以上下做一点调整 我是尽量把它往下压了 那没办法了 就去给各位看一下 那这个门的话呢 就适当的将它给关上 它的这个后照镜呢 做得非常的突出 那在变形把玩的时候呢 就注意留意一下 因为呢 这一款玩具呢 最后密合的时候 你可能会用力去推去压 我是怕手不小心去推到 不知道会不会有断掉的疑虑了 那后方可以看到延伸过来 后面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 电镀的部件 还是很漂亮 对 讲到电镀部件 我一定要提一下 它的这个上面 留指纹是难免的 然后这个车头的电镀部件 我觉得是蛮有必要的 因为OP的话呢 你第四级吧 你这个有很多 镜头的话呢 它是前方 可以看到说 这个电镀部件的前方 有什么样的一个景色 那么它的上方呢 这个顺便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火焰纹 它是白边的火焰纹 所以看上去会非常的华丽 这个地方的话 我尽力了 应该是能够扣得更紧一点 但是我已经尽力了 它还是有点小缝 然后所有的轮框 都是有电镀的 后方这里呢 也是一个电镀部件 而且它的后方这里 一样是两处是能互相去勾住的 所以说头跟尾 还有中间这一带的 这些用倒勾来增加一个 固定的一个设计的话呢 是我觉得呢 这个设计是最最终最终的一个慈悲了 Anyway 这一款的话呢 就毫无疑问 它的变形绝对是一款 以很有挑战性的玩具 并不复杂 你甚至你很容易去记得住 但是呢 记住归记住了 在调整的 在细部的调整上的时候呢 却让人感觉 不免觉得它非常非常的痛苦了 但是它呈现出来的车形态 可以说是非常的扎实 非常的饱满 我讲一个东西 我当年在做UT那一款的时候 我说它的UT只用了大概七成功力 就是因为呢 它下面还有很多空洞 都没有去实际运用到 而这一款的话呢 其实塞得非常的饱满 不管是在人形 还是在车型 它都是都是塞得很满 很结实的一款玩具了 跟我之前印象中 第一款AAT那个样子的话 稍微有点营养不良的 那个样子的话呢 可以说是有很大很大的进步 那至于各位你喜不喜欢的话呢 各位你就自己去衡量了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记得到这边 非常期待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